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彩味 女人常喝这道汤,脸色红润气色好 不用敷面膜也漂亮 入秋后天气比较干燥 再加上秋风一起,汗液往回收 绿叶像那种,很容易就出现秋皂质感 此时就需要多喝一些汤水 由内到外的滋补身体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道养颜滋补汤 不气不血,气血充足了 气色才会好起来 身体好,气色好 每天都精彩焕发,神采奕奕 而且做法简单 食材常见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准备了一个苹果放入碗中 倒入清水把表面打湿 然后再加入一勺食盐 将表面搓洗干净 用使用盐可以搓洗掉苹果表面的蜡油 农药残留以及其他脏东西 清洗干净之后我们吃下来也会比较放心 苹果中也富含了丰富的维生素 尤其是维生素C的含量 可是白菜的十几倍 同时苹果中还富含了丰富的胡萝卜素 尼克酸钾,钠,铁,锡等多种微量元素 每天吃一个苹果的话 就会让你越来越年轻哦 苹果搓洗好过后 我们倒入清水冲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放到菜板上 接着把苹果对半切开 切成四份 将苹果盒去掉 苹果盒内含有少量的油害物质 这种物质叫清晴酸 清晴酸大量沉积在体内 会导致头晕、头痛、呼吸数率加快等症状 严重时使用者还可能出现昏迷 因此吃苹果时一定要注意 别啃苹果盒 去掉苹果盒后 再把苹果块全部切成小块状 苹果除了富含丰富的营养的同时 还富含了丰富的膳食纤维 肠胃不好的朋友就可以多吃苹果 拥有一个好的肠胃以后 就能够让你对各种营养进行更好的吸收 自然身体也会越来越好 全部切好装入盘子里面备用 然后呢倒入清水浸泡着备用 这样可以防止苹果氧化变黑 然后我们再准备一把红枣 放入碗中 倒入适量的清水 把表面打湿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面粉 再下手进行搓洗 这样可以很好地吸附 红枣表面褶皱中的成土杂质 搓洗好后 控水捞出 放入清水中多漂洗几遍 清洗干净后放到案板上 切成片去煮枣盒 红枣的枣盒非常的躁饿 所以我们在熬粥或者是煮汤的时候 最好把枣盒去掉 这样不容易上火 红枣是无果之一 它的维生素含量是非常高的 具有天然维生素碗的称号 且红枣新温 多吃一些的话 还有很好的知音补养的作用 尤其是对女性朋友 还有很好的补学效果 全部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现在我们准备一把桂圆 用刀把外壳拍碎 桂圆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食物 是由龙眼晒干制作而成的 严格意义上来说 龙眼和桂圆应是同一种食物 不过味道形是完全不同 所以才会有了名称上的区别 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就是 龙眼在晒干以后的成品 桂圆 全部拍碎过后 我们取出果肉 桂圆里面的果肉呢 不像龙眼一样是白色的 而是棕褐色的 味道是甜甜的 营养素也是不少的 是可以起到氧气血 健脾胃 消疲劳的效果的 而且对于女人来说 常吃一点桂圆 对女性的职工是特别好的 全部取出来过后放入碗中 再准备一小把核桃仁 然后倒入清水 洗去表面的杂质 说到核桃 大部分人想到的都是补脑 因其形状是脑人 所以大家深信它已行不行 而核桃也不负众望 确实有益大脑 其中富汗的灵质 是脑组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增强大脑的记忆力和思维能力 还有DHA 是构成大脑皮层神经膜的重要物质 能维护大脑细胞膜的完整性 并具有促进脑发育 提高记忆力的作用 清洗好过后 控水捞出 装入盘中备用 然后准备一块清洗好的生姜 切成片 生姜皮属于凉性 生姜骨肉属于热性的 两者正好可以中和 所以我们在吃生姜的时候 最好是带着皮一起吃 切好以后呢 装入盘中备用 在小碗中准备几粒枸杞 倒入清水 浸泡准备用 然后我们把切好的苹果放入锅中 再把准备好的食材也倒进来 然后加入1000毫升清水 盖上盖子 大火把它煮开 水烧开以后 我们把枸杞加进来 再加入一勺红糖 用勺自甲拌开 红糖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呢 非常常见的 特别是在月经期间 或者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都会喝红糖水 红糖水对人类身体呢 有很好的滋不作用 能帮助女性朋友暖身 与其直接使用相比 将红糖熬成红糖水 更容易吸收其中的营养成分 而且更有补中益气 健脾暖胃的功效 红糖煮水呢 是早期最常见的 也是最使用的养生饮料 搅拌开后盖上盖子 小火再煮十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看看 哇好香啊 看着就好像尝上一口 我们这样一碗 既简单又好喝的养盐汤呢 就做好了 美丽也是可以吃出来的 健康美丽 汤汤水水呢 是绝对少不了的 入秋后 一场秋雨一场寒 人体体内的寒气比较多 最适合喝点热乎的汤水了 不仅能暖胃 还能缺寒 特别是对于女人来说 多喝汤更是好处多多 这道甜汤 爱美的女人要多喝 常喝气色好 小脸红扑扑 不做黄脸婆 每一个女人都想拥有一张漂亮的脸蛋 好气色 但现实中却是皮肤粗糙干燥 脸上长痘痘和色斑等 究其原因 还是因为气血不足 气血不足的女性 不仅容易引起皮肤问题 还会影响健康 所以补气血呢 很重要 最好的补气血的方式 就是通过饮食来调理 这时 我们就可以喝这道养颜汤了 这道甜汤取材简单 基本呢 都是家中常备的食材 制作起来很是方便 并且口感很好 喝完暖和又不燥 好了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了 如果你也正好有这个需要的话 赶紧收场起来试试吧 别忘了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 加个关注哦 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内容 点击我的头像 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精彩视频 我是瑶瑶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